哈喽 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国际plus谈全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谭英伦 好 我们今天先带大家来掌握国际上的焦点 那今天跟我对谈的赶紧来介绍 是国际新闻记者黄真盈 真盈好 英伦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持续要走进乌俄的战场里头 那我们不知就是有说到 这个乌克兰现在有跟俄罗斯持续激战吗 但是乌克兰很多地方也常常被俄罗斯攻击 但是俄罗斯境内其实有一些地方也遭到攻击 我们来看到就是紧邻乌克兰跟俄罗斯边境 他们的境内我们之前很久以前就曾经讲过 有一个叫做别尔哥罗德州 他在俄罗斯很靠近乌克兰这地方 曾经也遇袭过 好 现在又遇袭了 那别尔哥罗德州的州长 他说有一个民众受伤 然后有一个小镇被攻击超过一个小时 那当下他们击落了三架的飞行物 那其中是包含一架无人机 他们指控是谁做的 就是乌克兰用这个火箭炮车来攻击 摧毁了八栋的民宅 好 当然就说乌克兰嘛 因为乌克兰是他们主要敌人嘛 好 那除了这个别尔哥罗德州之外 在北方一点点有另外一个叫做库尔斯克州 他也被遭到攻击 好 他说有一个学校跟一个民宅都受到了损害 所以可见俄罗斯境内也有炮火 不是只有乌克兰境内 好 那到底这个是什么样的状况 是谁攻击的呢 路透社说其实没有办法证实俄罗斯的说法 因为俄罗斯每次都说是乌克兰 或是乌克兰的民间组织在做的 但是乌克兰从头到尾 只要跟俄罗斯境内有关的攻击行动 他们都不承认不否认 没错 不承认跟不否认 好 所以数月以来 俄罗斯临近乌克兰边境区 几乎是每日传出了袭击事件 但是因为乌克兰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态度 也让俄罗斯好像也没什么办法拿他没者 那俄罗斯官员嘛 你看还是持续说 就是由乌军或支持乌克兰武装分子所为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持续在发烧 对 除了这个在边境之边 很紧张之外呢 大家外界还关注一个焦点 就是俄罗斯境内 现在俄罗斯的国民 对于他们的总统普卿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在瓦格纳叛变后没几天呢 那时候普卿 他有到南部 这个叫做达吉斯坦这边 来就是展现他的亲民啦 有点 但是有被人家说 好像是在作秀 这个不意外嘛 因为他们最喜欢外宣了 或是内宣 这种宣传式的行为 比较是共产主义国家喜欢的 蛮常有的这种方式 那他这边呢 他那时候到这个街上去 哇 好多人在这边欢迎他 然后还在这边 就是有跟一个女生自拍 甚至还亲了这个女生的 这个额头这边一下 这个路透社就说 这个非常不寻常的 跟民众在一起 然后这一次呢 他去到这个达吉斯坦 后面还引发了一个效应 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小女生 就是这个 他就是最近跟父亲见面 对这个八岁女童 他其实啊 在六月下旬的时候 他也有来到这个游行的地方 但是他就说 啊游行的人好多好多 他那时候根本看不到普亲本人 然后还哭了 结果他妈妈就把这个影片 不知道是放到网上还怎么样 anyway 反正这个俄罗斯的官媒呢 就把他这个小女生哭哭说 我看不到人好多 我看不到普亲的这个影片 他把它做成了新闻 然后这个普亲看到就说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那他就是 让你来见见普神 对 他就把他从俄罗斯南部 邀请到这个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 包括他的妈妈 然后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 不是只有线花抱抱这么简单 他跟这个小女童一起 打电话给俄罗斯的财政部长 要说这个南部欠缺经费啦 你可不可以给他50亿卢布 那老板都打来了 你敢说不行吗 对啊 这个一定要配合一下嘛 所以就是成功帮这个小女孩的家乡 争取到了50亿卢布的经费 但这个在对于外媒看起来 虽然说克里姆林宫说 你看总统在这个俄罗斯的社会 很多人在支持耶 但看在西方媒体的角度啦 真的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对或许乌克兰也可以做一部影片 说这个八岁女童哭哭说 秋秋普神不要再打我们了 看他会不会就不打了 有没有希望如此啦 好那当然乌尔战局还是持续 所以现在主要反攻的战场 集中在了东部还有南部 不过这个首都基辅有一间法院 竟然传出了爆炸的事件 原来是一名嫌犯 他为了2015年的案件来出庭 结果呢 他朝着警卫还有警方来丢爆裂物 导致两个人受伤 那他自己则是被爆炸的威力波及死亡 赶走摄影镜头让救护车通过 基辅法院发生爆炸事件 走进现场烟雾还没散 原来一名被控八年前引爆手榴弹 造成四死百伤的嫌犯 周三出庭先后在厕所与另一个房间 朝警卫和安全部队丢两次爆裂物 这名嫌犯当场死亡 爆炸也导致安全部队两人受伤 虽然看来和战争无关 但在乌东巴赫穆特前线 乌军第三突击率最新作战画面曝光 一发现俄军踪击举枪开火 除了巴赫穆特 乌克兰夜间突袭 都内刺客马克耶夫卡 空拍看到爆炸后零星爆裂火光 紧接着一次大型爆炸 一次郑重俄军火药库 不过关于扎波罗热核电厂 俄乌继续各说各话 但泽伦斯基说 俄罗斯才是在核电厂屋顶 放炸药的一方 炸掉核电厂的指控满天飞 不过波兰汉英国外交部长 没有证实任何一边的说法 只强调会继续挺乌克兰 体育员新闻众号报导 现在乌克兰他们其实很关心的一个议题 就是说俄罗斯会不会把核武 当作是一个威胁的筹码 那最近乌克兰的总统顾问伊尔马克他就有讲到说其实面对这个俄罗斯的核武威胁 中国大陆的立场是相当的重要的 他甚至还举了一个金融时报的报导 他们最近有讲到说这篇报导里面就提到说这个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3月的时候他曾经当面警告普清你不可以在乌克兰用核武哦 但是大家会想到说其实他是关心到自己中国大陆国内 没错 如果你用到核武的话那个影响的范围之大会很可怕的 那知情人士就有讲到说 虽然说好像大陆跟这个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好 好像似乎一些军援等等似乎都有暗地理来帮助俄罗斯 但是他们其实对战争还是有感到忧虑的 对但是习近平这话也让我觉得他难得如果真的的话难得理性 有时候他比较就是情绪一点 我跟普清不是有说过吗 有人说他跟习近平有这个互动过 就觉得他这种独裁者情绪都比较复杂一点 意识形态可能是高于一切 但是这一次他是比较就像一轮讲的 是觉得说这个如果这个真的核武丢下去 那下场是会非常的惨的 没错 好那当然我们还要持续来关注的就是以色列 为什么要关注以色列这边呢 因为以色列军方他们其实以任务完成为由 从约旦河西岸哲宁地区来撤离 那就结束了为期两天的军事行动 不过当地的居民也开始为死者来进行送葬的这个游行 不过也有居民指控说这期间都把他们当作人肉的盾牌 家园也被毁了 那尽管以色列已经撤离了哲宁 但是他们又把火力加到了加萨这边 加萨这边 他们轰炸当地的地下武器工厂 深夜时间连环爆炸还伴随巨大火光 以色列军方才宣布结束对约旦河西岸哲宁的攻击行动 却又将火力转往加萨 表示要报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破镜攻击 伊军更证实轰炸了加萨一处地下武器制造场 并公布精准空袭片 至于在哲宁地区 大批群众开始为罹难者举行送葬游行 但同时间又愤怒的巴勒斯坦人 不满自治政府表现软弱 当场对官员发出怒吼 伊军撤离哲宁后居民陆续返回家园清理 但有人痛诉一度被当成人肉盾牌 回顾整起冲突 共造成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还有100多人受伤 尽管伊军已宣告完成任务撤离当地 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再三警告 未来绝不允许哲宁再成为恐怖主义的避风港 电新闻综合不到 目前在全球网球南单排世界第二的 就是我们的乔科围棋乔帅 他才刚拿下法网第23座的大满贯 周三又在温网大显神威 取得生涯大满贯第350胜 连足球金铜贝克汉都在现场见证 温网第三天 南单日本倒带将对上保加利亚迪米特罗夫 打到一半却被迫中断 盒子一甩金色纸屑和一片片拼图 洒在温网草地上 两位环保团体人士闯进球场 抗议石化燃料 双双遭到警方逮捕 而在中央球场带着23大满贯 澳人记录的乔科围棋 第二轮和澳洲好手汤森争取晋级 放小球幸运翻网 不过其次温网冠军 赢球当然不是靠侥幸 这发Ace又快又准 对手还提挑战失败 顺利晋级 这也是乔科围棋 大满贯第350胜 继费得了和小微之后 史上第三人 连贝克汉也来看比赛 压力还真的不小 而下一轮乔科围棋的对手 有可能是拿过奥运金牌 和三次大满贯的瑞士老将 瓦林卡 至于女单方面 破篮球后 斯维亚帝6比2 6比0 直落2 轻取西班牙女将脱模 目标要拿下 生涯第一座温网冠军 第1个新闻众号报道 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 我们用GoogleChain 带你来热搜看看 各地网友都讨论什么 我们第1个还是先看到美国 真要帮大家分析 这个热搜关键字 大家都蛮关注的 就是天使队的球星 楚奥特又叫做神尊 最近其实天使队感觉是有些多灾多难 我们先来看一下 神尊楚奥特他怎么了 他被放进15天的双兵名单 原因是他在4号 对上教室的比赛时候 被第8局的打席中 因为挥棒过猛受伤了 他受伤的地方呢 是跟这个我们旅美球星张玉成一样 是这个左手腕的勾股骨折 那应该是要休息个至少6个礼拜到8个礼拜 大概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他说最快最快应该也是要等到8月中才能回归 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明星球星 大谷翔平 这个大谷翔平他这个也是在同一场对上教室的比赛 他在第6局的时候挨轰两支拳雷打 他就提早退场了 那球团表示呢 他退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他右手中指有起水泡 而且他其实在6月下旬的时候 他在登板投球的时候呢 他指甲还有断裂 就是而且是在同一个手指 哇所以这个有点严重了 不可以轻忽 所以说他本来就是有入选到这个大联盟的明星赛 本来就是大谷翔平应该是可以在明星赛上面 展现一下二刀流又投又打 但是他因为这个右手水泡的关系 还有加上这个指甲断裂 他就讲说他只打不投啦 所以说蛮多的这个粉丝可能会有点饿完 但是为了这个长久的职业生涯发展来想的话 还是休息比较好 所以有这个美国媒体就说 这个天使队最近是被诅咒吗 怎么伤兵这么多呀 对我觉得美国媒体 他们就会用这种这个诅咒字眼 但如果是台湾媒体就说 要去拜拜了 对不对 类似的概念 对对对 只是说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宗教信仰的状况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连标题下的也都会不太一样 所以你看我们看我们的Google Trend 还可以看到一些不同国家用法 对没错 好我们再来看英国 英国的热搜话题是Captain Tom 他是谁呢 他是汤姆上位 他其实是有一个基金会 他是一个百岁二战的老兵 他叫做汤姆穆尔爵士 他在2021年去世 想松兽是100岁 那他在过世之后 其实他家人有以他的名字 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基金会 结果呢这个Tom上位的女儿跟这女婿 他们用这个基金会的名义 竟然去申请要盖游泳池跟SPA 满头问号 好那他们是要交给这个军议会的文件之中 就显示说他们在2021年 其实就想要规划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场所 然后让民众还有基金会来使用 那地方政府后来同意他们在家中设网球场的提案 那到了2022年他们又有一个修订版本的一个 这个Tom上位大楼的计划 就是希望在里头要干一个什么水疗设备等等的 反正跟这个Tom基金会感觉原本的用意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个要给谁用SPA 要给谁用游泳池 怪怪的 林毅跟他自己做的事情搭不上边 对没错 所以现在监管机关是持续在调查说 这个基金会跟这个穆尔加的企业关系 是不是有一点不寻常 确实啦很多人都会用基金会这个左手进右手出 所以真的是不要把爸爸过去的这些名流亲死状况 在女儿跟女婿手中毁于一旦就很可怕了 钱这个还是要小心使用 对而且要干干净会比较好 是的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 日本这个我们看到是推特的这个热搜是河野太郎大臣 他是日本的这个数位大臣 发生什么事情呢 其实要提到这个他要推动的一个叫做数位身份证的换发 这个数位身份证日本人其实日本政府很想要推 他就是有集很多功能在一起 比如说这个健保卡啊然后硬件啊报税通通就是一卡在手 感觉希望无穷 到哪边都很方便 这个还没有到希望无穷 对方便无穷 这个是日本政府那时候在推的时候打的这个招牌 但是呢其实他问题还蛮多的 光是在今年5月下旬 5月整个5月啊就有出现过 四起就是这种怪怪的状况 来看一下 就是说有这个民众去超商想要用这个卡列印一些这个户籍的文件 结果发现从这卡读取出来的竟然是别人家的 吓死了 还有人呢拿着卡要去看病 结果这个以为这个健保卡读出来是自己的 结果没想到是读到别人的病例 要不然就是说这个已经遭到注销登记的这个硬件证明 又遭到误发等等 反正就是各种乌龙的事情非常的多了 所以说有些日本民众对于说要不要换发这个所谓的数位身份证 其实是抱着有一点怀疑的心态 但是现在我刚刚提到这个日本数位大臣何野太郎 他在质询的时候呢 他讲说2026年我们还要再换新版的数位身份证 但是我觉得你这一版的就已经好像有点怪怪的 你是不是要先做一些改进 要不然的话日本民众真的你很难去说服他说 这个出了那么多包的东西我还要再换新版 那会不会再遇上更多麻烦的问题 主要是资安问题了 因为现在各自大家都很重视 那如果有了这种日本的前车之间 我看台湾要推这个数位身份证也相当困难 我们也有点胎死腹中 跟日本有点像 原本是想做 但后来因为大家的争议很多 包含资安你怎么样预防 能不能真的是加密到一个很OK的状态 很多人就很怀疑 那如果骇客一进去整个都侵入 把大家的个子拿走 哇又是更大的一个风波 所以这件事情要真的推不容易 尤其现在这个科技的进步真的太快了 有时候政府根本来不及去预防 来不及跟上骇客的脚步 所以这真的是必须要更注意的 好我们再来看南韩 南韩的热搜话题是谁呢 看到张照片就知道 就是马东石 但热搜话题不是马东石 是他的一部新作 叫做犯罪都市三 好韩国引擎马东石主演的犯罪都市三 在韩国上映第32天 观影人数破了千万人 带动了这个韩国网路电视的这个点阅次数 好犯罪都市2 在6月的时候就有这个第三集上映 那在韩国网路的电视点击次数是49000多次 那4月的时候点击次数只有6000多 那5月的时候上映的时候 那就是犯罪都市2就吸引了1000多万名的观看人次 主要就是因为犯罪都市3出来了 然后很多人就跑回去 去看犯罪都市2跟1 对所以后来就带动了一些这个 呃票房或者是点击次数 好那他们说这个其实这个有韩国五分之一的人口 都看过了这部片子哦 就是犯罪都市2 所以他的票房还高达了这个31.1亿台币 然后大家就说那其实还蛮厉害的嘛 所以就看了一下这个串流排行榜上的一些名列前茅 像这个最近有一些捍卫任务4啊 超级玛丽欧兄弟电影版啊 王秘关头10 诶都是上架不到一个月的这个作品 但是哦上映1年跟6年的犯罪都市1跟2集 然后分别还排在了串流排行的第4跟第7 诶我很难想象就是3还可以影响到1跟2这么多 可见我觉得马东时他个人的魅力 真的是蛮厉害的 对带动之前旧的作品 跳上这个前面排行榜前面 对不过观众朋友应该跟我一样哦 对他最有印象的电影应该就是失速列车 我是以这部电影比较认识他 那或许很多观众朋友早就已经看过他不知道几百部的电影了 所以我觉得他还算是蛮有魅力的 所以也成为了南韩的热搜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香港哦 香港的热搜关键字是拜登哦 不过是跟这个拜登政府他们被限制的一个东西有关 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是美国的路易斯安娜州跟密苏里州 他们共和党籍的法官哦 对拜登政府提出一个诉讼 他们觉得拜登政府呢在疫情期间哦 鼓励一些社群媒体 他处理假新闻的方式 他们认为有点太over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时候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假如说你贴 我随便举例可能讲说对疫苗可能是不信任或什么之类的 这种很容易就会被脸书直接下面标说是fake news 或是受过什么事实查核中心 发现说是假新闻等等之类的 那这两名法官呢是觉得说这个拜登政府 他好像有点太掐质所谓的言论自由了 结果现在联邦法院的法官哦 也直接就是对拜登政府发出了禁令 他禁止他们的官员呢 跟社群媒体公司有做联系哦 他这个联邦法官他是这样讲的 他讲说这个这些社群媒体呢 会在特定的新闻连结下标注说是假新闻呢 他说认为是有牵制言论自由的疑虑 所以因此先下这个禁令 但是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讲说 这个过去从来没有说联邦法官 对联邦政府底下的人哦 下这种限制 所以司法部美国的司法部啊 可能会针对法官的禁令来提出上诉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复杂的 这个情况在里面啊 这个所以说蛮多的香港的网友会觉得说 到底是为什么会拜登政府跟社群媒体 竟然还会被下达这个禁令感到好奇哦 这一登上热搜 但确实蛮罕见的啦 不常见这种状况 是 好我们来看像台湾哦 台湾的热搜话题哦 是流氓 哎不知道观众朋友对他知不知道 真宜你对他有印象吧 我后 就是他被爆料的时候就发现说 哦其实我以前有看过他的一些影片 对我对他最关注的影片是 有一次他教大家去月老庙 然后怎么求 然后要写得很清楚 然后最后他就遇到他真的是 他觉得Mr.Right 然后那一支影片真的还蛮多人看 然后从来之后他就爆红 好但是他现在也爆红 爆红的原因是因为 他蛮多负面的争议哦 好之前他就已经有被说 啊这个爱迟到啊 耍大牌啊 难搞 这个人设崩坏的黑料 那因为他有70万订阅人气嘛 这个YouTube 所以他算是蛮厉害的网红哦 那历经了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沉默 他在7月4号的晚上 他又发布了一个新的影片哦 这非常久之后发布的 那他里头就说 他对自己不专业的工作表现 跟不正确的工作态度 让伙伴在合作的过程中伤心不舒服 他表达歉意 他说有跟这个 他觉得呃带给别人困扰 都有一一在打电话道歉啦 但是他发布道歉影片之后 他的YouTube的订阅人数 竟然下降了一千人 这就代表大家不买单 大家觉得他拍这个影片来道歉 其实没有什么用哦 好那确实就是在网路上有分成两个看法 一个当然选择支持他 就说希望他有更多的新作品 那另外一个就是觉得说 你根本没有真诚的对待自己的错误啊 荧幕前后做人差很多啊 人品有可能短暂一个月就改了吗 网友很严厉的 当然很严厉 因为在键盘之后 谁也看不到是谁 但我觉得他自己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啦 所以或许也需要教训 我们知道很多政治人物嘛 或有很多明星 原本都很爱耍大派 就一戏跌落神堂之后才发 啊原来不能这样做 然后后来才慢慢修改 这也不会是 不是塞翁失马啦 就或许是一件好事 就是也许之后再出发 也许会有比较好 也许还会可以回到之前还不错的成绩 但是前提是就是 必须要改变一下 对要改过 所以台湾的热搜话题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热搜关键字是 小天后泰勒斯哦 因为泰勒斯要去新加坡开演唱会了 那是在明年呢有六天 三月总共有六天 会在新加坡的这个国家体育场连唱 连开六场 那新加坡有一间银行 叫做大华银行 他就搭上了这一股泰勒斯的旋风 他讲说呢 如果你是这个新加坡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尼 越南 如果你是这些地方 你是有申请他们大华的 这个信用卡的卡友呢 可以提前两天刷卡买票 哇 这个消息一出很多泰勒斯的粉丝 马上就说我要去申办这间银行的卡片 所以他们这个申办卡片的 这个信用卡的申请量 跟六月初相比呢 是大增了45% 那这个大华银行 我靠来看一下 我想说在台湾有没有 有啊 但只有一间 而且我们也没有在 新加坡 对 我没有在我刚刚讲的那几个国家上面 所以 有点可惜 不过可以当保全啊 想到上次那个美国的那个男生 对啊 可以看泰勒斯啊 就算被罪者也是可以唱得很开心 也可以跟歌手一起唱了哦 好 我们看完Google Trends之后 接下来要谈论一个更沉重的话题哦 就是你有多少的育儿津贴 才会愿意生呢 其实这也 因为我在看这个时候 我突然想到说 哎 因为我没有养过小孩 我不知道一个月小孩要付多少钱 那当然小孩也会因为他的年龄不同 他每个月的收 就要付出的经费不一样 对 好 那我其实有先看一下台湾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要从我们自己国家先看 是 我们2023年 育儿津贴 零到六岁哦 如果你是生第一胎的话 可以得到五千元 然后第二胎是六千 第三胎是七千 那托育津贴 是未满三岁 但是他就必须要送托到 像是这个公共化 或是准公共化 他们可以得到 大概一滴胎是 这个五千五到八千五 看你是送到公共化 还是准公共化 就是会不太一样 好 那当然出生的时候 就会拿到第一笔钱 就是各县市不是会有一些生育补助吗 那台北市超多 四万 他现在已经是全台最高 所以我有看到一个网路上说 如果我在台北市生一胎宝宝的话 会拿到多少钱呢 他们说可以先领到四万的生育奖励金 然后呢 如果你是交给准公共化托婴的话 每个月还可以领到 这个卫福部的八千五百元的托育补助 然后呢 友善的 这个台北市友善托育补助 还有五千元 所以大概除了四万元之后 你每个月还可以领到 一万三千五百元 那我不知道对于爸妈妈而言 就是这样多不多 会不会让你想生 哇第二胎第三胎 哇 就是全家那么多孩子这样 但是这个只是暂时的 因为你后面付出的 就是只能零到六岁国家养一下嘛 对 六到不知道几百岁 可能就是要父母自己养 一辈子的责任 好那日本同样也有这个问题 其实日本的这个 少子的话还没有台湾严重 他们生育率比台湾再高一点点 但他们已经发现 有一些这个国安危机了 这个岸田文雄呢 他说在2024年度的育儿开支 他们要提升到3.5兆元 大概是新台币七千八百亿元 他们对于这个儿童的补贴收入限制要取消 但是他们的范围要延长到高中 他们现在零到二岁的幼儿月经贴是 三千三百三十元台币左右 那三岁到小学是两千两百二十元台币 都是每个月了 好那中学的话也是两千两百二十元 那他们现在要延长到高中嘛 所以就希望到高中生都会有每个月的补助 其实两千多还算可以啦 但在日本的物价来说 两千好像又有点太少 所以这次又要看这个每个国家的状况 不过他们就说 希望就是要把这些儿童贫困跟家暴问题 或者是长期有医疗需求的儿童 要帮助他们 所以后生劳动大臣就有说 拨款4.8兆要处理一些儿童跟家庭部门的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到2030年会将儿童的预算增加一倍 好但是要到3.5兆日币 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经济蛮沉重的问题哦 所以他们就说可能会发行债券来募集资金 希望到2028年财政年度时会另外有稳定的资金来源 好稳定资金来源什么呢 可能就是有一些企业或是个人资助的基金来帮忙 就有点像之前这个南韩那个劳工事件 他们后来不是有找企业来做一些资金的 就是这个道歉的 对日本强征劳工这一块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日本政府不要出钱哦 就从企业开到 好那当然日本人到底有多惨呢 他们的生育率哦 我们看他的总和生育率哦 大概2022年是1.2565 那如果要维持人口稳定的话 必须要达到2.07 所以这已经是低蛮多的 而且他们还是打破了2005年的低位哦 因为2005年是1.2601 所以这2022年是更低了 那新生额超过77万人没错 但是数量是跌了一半 那死亡数又越来越多 主要还是因为疫情其实也有影响 所以他们也必须要召开一个 儿童未来的战略会议 好当然哦 你说要人家生孩子哪有那么容易啊 这个孩子是一辈子的事情 不是说生出来就没事了 对啊 所以现在全球的这个生育率 都是一个很大问题 有崩跌状况哦 我们看到在2000年的时候 还有2.7 那到2023年的时候剩2.3哦 那全球前15大的经济体的 人口稳定替代率都是非常低的 因为标准上是2.1 但几乎都是低于2.1的状况 然后再加上没有生孩子 大家又慢慢的老去 就是成为了高龄化的社会 所以东亚东南亚都有超过一半的居民哦 都是将要超过40岁 好那这就会产生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可能高税收 然后退休年龄增加 那存款利率低 政府预算危机等等都是一些 就是未来会慢慢浮现的 而且可能不是这几年是一个长期的 国家经济财政不太稳定的状态 所以套剧政府的话 如果现在不超前部署 未来就完蛋了 好那目前哦 这个20到64岁哦 跟65岁以上比起来大概是3比1左右 但到了2050年这个数字就会少于2人 就等于说我抚养的负担是变大的 变大的 对 就是一个三明治的社会 那当然社会创新会不足哦 为什么 因为我们年轻人拥有的就是流动的智慧 就是我们会解决新的问题 也愿意接受新的想法 但长者偏向就是结晶智慧 就是他们比较有经验 但这两个缺一不可 不能都是长者或都是年轻人嘛 好那联合国的人口基金就说 其实现在要解决女性不生育哦 主要还是不能让他们在工作上面 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没错 所以像孕应家太短啊 失去工作这些 都会是一个很大 让女性不生孩子的原因哦 我身为女性我也非常有感觉 如果我要因为生孩子没有工作 那可能就会选择不生了 所以就会很恶性循环 好那台湾到底如何走出少子化的危机呢 我们也问到了台当社工系的名誉教授 王立荣教授帮大家分析 以台湾目前的少子化跟高龄化现象 是不是很明显看出来 我们的人口老化跟少子化 所带来的人口萎缩的情形 至少它的影响层面有几个 第一个是劳动力的问题 那劳动力就是当年轻的人 他投入就业市场越来越少的时候 我们的劳动力不足 第二个重大影响是 抚养率的问题 依赖人口越来越多 可是抚养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抚养率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可能年轻的族群 他们的生活压力会比较大 那第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人口越来越少以后 就是越来越少使化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国家 好啦 就是叫国安问题好了 因为没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人口结构 作为支撑国家发展 或者是进步的一个重要的人力资源 所以这是一个三大问题 所有的政策里头都可能都忽略了 就是如何从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谓性别不平等 或者是文化的性别规范 所带来的一些少使化的困难 我们的台湾的女性或台湾的男性 真的不想要生小孩吗 事实不是 我们的调查发现 大部分的男性跟女性 都是希望生到2.1个小孩 问题出在我提出来 这就是性别观点的所谓少使化困境 第一个就是 很多女性会认为 生小孩变成责任的加重 或者是照顾角色的压力的变动 就是可能要牺牲工作 或者牺牲自己对生涯的选择 那这个可能会影响到 女性对于生小孩的选择 那第二个从性别观点来看 我们发现 为什么会造成照顾的女性化 或者是照顾的所谓家庭化 里面牵涉到的性别不平等的问题 那就是要非常重要 执行一个重要策略 就是私领域的性别平等 跟公领域的性别平等 要同时兼顾 我们应该推动一个 就是友善家庭的职场政策 我觉得这才是 无底抽薪的把所有的责任 丢给家庭 包括男性跟女性在家庭 私领域的一个压力 其实也不能解决生育的问题 更重要就是职场 应该让男性跟女性 在投入职场的过程中 有友善家庭的相关政策 那男性跟女性就会觉得说 既然国家的介入 可以透过职场来减压 那当然生小孩就比较不是问题 什么是友善家庭的职场政策呢 最最重要大概有四大部分 第一个就是 我们如果在职场里 能够推动弹性化的上下班政策 包括居家上班政策 或是弹性公司的上下班 第二个政策 我们称之为 职场的所谓照顾政策的 一个协助 包括津贴政策 包括家庭的更弹性化的政策 第三个 我觉得我们要走了 那个洋育小孩的友善家庭政策 是属于我们称之为 资讯跟资讯提供的政策 职场里头要有支持性的团体 或者是职场里头 有一些所谓的引进专家学者 来做演讲的一些所谓亲子政策 其实对职场的父母亲 新手父母 其实是帮助很大的 最后一个是我要特别特别提出来的 就是其实职场 你还可以做职场托文 或者是企业的所谓特约托文的方式 来协助员工 满足他照顾的需要 好 这个暑假到楼 这个如果你要出国的话 就发现说很多人好像都会去日本 就是日本感觉是一个很受到 不管是老中小都很欢迎的一个地方 那去日本就是要用日元嘛 那要怎么样换的比较划算 我们来跟大家来聊一下 最近日本央行呢 他们在6月有开一个会 他们在这个利率的会议上面 他们决议是说按兵不动了 所以短期的利率呢 目前还是负到负0.1% 那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的目标呢 维持在0%左右 那我们来我们就有看到有这个非常厉害的外汇投资专家 林奇展 他就来给这个观众朋友一个建议啦 他就把它分成日元你是要投资 还是你要出国玩的 他分成两个面向来看 假如说你要投资的话 他觉得啦 如果你是要存美元的话 至少会你有3%4%的这个利率 这种OK啦 OK 但是如果是你要存日元的话 这个利率是接近到0 他是觉得投资的报酬率比较低 所以他不建议 那假如说你是要这个换日币 是要来旅游的话呢 他觉得说可以依照出国的时间点 因为那时候 这个6月的时候 大概日元兑美元 日元其实都是处在这个低点 他觉得说你要去那时候就赶快换吧 但是如果你是暑假要去的话 他是建议说是采取一个分批换汇的方式 然后来看这样平均成本 可不可以比较低一些 因为他提到比如说像前阵子那时候 是美国有那个债务危机 有违约的这个风险 那那时候其实很多的投资人 他们就会把资金转到这个 避险的这个货币上面 那日币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那时候的日币有稍微再往上一点点 他害怕这样的情形如果发生的话 其实你一次换那么多好像没 风险比较大 所以他建议是用分批换的方式 那这个台湾的一些公股的银行 他有讲到说其实去年 那个时候一美元兑上145到152日元的时候 那时候的日本央行是有动手干预 所以他觉得说这个未来日元的走势呢 应该是震荡但还是是偏弱的 好这个提供给观众朋友做参考 再来我们来聊到就是日本的经济 其实大家想到日本经济 就会想到他们就是很厉害的汽车的工业 但是最近好像因为这个大陆电动车起来啊等等 有点被压缩到了 但日本现在呢 他们想要把经济的重心放在 他们曾经很厉害的晶片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在70年代 那时候呢 日本是抓住了晶片小型化的这个机会 那时候日本有一间电脑公司叫做Sword 然后呢 他是用了美国Intel就8080的处理器 那时候他这个处理器晶片已经变小了 他做这个用这个处理器来做个人电脑PC 那卖得很好 那其他的这个日本的这个晶片商 就带顺便被他这个一起带动了 结果反而是让我们熟悉的一些 美国的厉害的晶片商 比如说像这个AMD超微啊 Intel等等 在70年代那时候是非常的不好 亏损的亏损 裁员的裁员 那甚至这个Intel还一度有退出 这个DRAM记忆体的这个市场 那时候厉害的这个DRAM的这个厂商 反而是日本哦 像是日本的这个富士通 然后还有这个日利 还有NEC等等 所以说美国的晶片行业 好像被赶出了市场 甚至有一个这个算是都市传说吧 说如果你卖掉半个东京的地产 你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当然这个是有被夸识的 但是可以想见说 那时候应该是这个应该说 东京前烟角木的这个形式哦 那那时候美国是有一些打压啦 对于这个日本的晶片产业 比如说他会收百分之百的惩罚性关税等等的 但是市场其实多多半还是日本所把控的 好到了这个80年代之后呢 有一个竞争对手出来了 就是韩国的三星哦 这个三星集团的这个 那时候的第二任会长李健熙哦 他那时候呢 有派一些公关团来去游说 当时的美国柯林顿政府 他想说如果三星没有办法制造晶片的话呢 日本企业占据市场的趋势会更加的明显哦 所以在美国的扶持下呢 韩国慢慢把日本这个在晶片的这个优势 拿了过来哦 造成说日本是失落30年 但是韩国反而是相反 变成一个汉江奇迹 那其实韩国到现在还是很厉害哦 三星的这个低润记忆体 还是市占蛮 算是应该是第一吧 那而且他是韩国的企业是 统治了全球超过七成的 这个记忆体晶片的市场 好到了最近哦 现在我们这个从以前这个物联网 到近期的AI产业 其实大家都脱离不了晶片 晶片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呢 他要求这些外国的晶片厂商 企业商呢 要来增加对日本的投资 要扩大跟我们日本企业的合作 主要的话其实也是说 他们现在日本整体的经济环境呢 其实比较低迷的 再加上刚刚一伦所提到的 少子化很严重哦 所以说像这种晶片产业 它被定义为是所谓的 知识密集型的这种产业 就很适合日本来发展 因为人不够嘛 但是我人所创造出来的经济的效能 还有它的成绩是 比较有符合所谓的成本效益 所以他们要来投资这一块 好啦 那要来投资的话 就要跟一个国家很有关键的角色 就是美国 之前美国是帮韩国 但是韩国现在好像又吃掉太多 这个大陆那时候 现在不是说制裁美国的美光吗 那本来韩国说要出去 要想要进攻嘛 拜登说不可以哦 你不可以跟这个大陆这边 走太近哦 对 不可以进去哦 跟尹熙悦这样下了一个指令 现在会不会变成是日本 绝地大反攻的一个机会呢 这是日本现在 晶片科技产业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哦 但是你要跟这个韩国来竞争的话 其实有他们日韩之间 就有很多的这个爱恨情仇纠葛啊 像是领土啊 历史还有其他的经济上面 比如说汽车产业上面的竞争等等 所以说 这个要把晶片产业搞稳搞好的话 你跟美国的关系 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了 就让我想到八个字 成也美国 败也美国 可以这么说 对因为过去也是 美国有出手干预 所以日本失落三十年 那现在会不会 复苏三十年呢 真的还是看美国的 老大哥怎么决定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